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劍片工作者 做了很多演出人的题材 但不只是人 然后在台湾跑来跑去 大概很多部落 很多地方都去过 牵涉的题材也很多 因为拍片 然后跟人类学家 跟做博物馆的工作 就通用电视的纪录片 所以就接触到人类的题材 然后因为也非常有意思 所以就一直坐进来 越坐越多 做到后来不只拍片 大概是这样 语言不同 如果你到他的部落的环境 到他们生活的领域 再加上语言这个要素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很像出国 跟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 然后这是一个 在台湾社会很清楚明白的现象 但是大家都不是那么的清楚 我想这个原因 除了庞大的文化以外 文化差异以外 好像他们对着 原住民对着 台湾国立社会的示意 然后以至于我们认为 他们跟我们一样 但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但我想这是在 从事原住民工作里面 要非常注意的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怎么认识他们 或是或应该倒过来说 怎么被他们认识 你看到他们是什么 那你去想 他们看到你是什么 那在这样的工作的条件 其实很多都是 你去到了部落的地方 然后去到部落的地方 我们变成一个外来者 这是很清楚的 那作为一个外来者 你当然会被是留意 甚至是关注的 那我想在文化的差异 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大家有很多刻板印象 就是 原住民的生活习性 喜欢喝酒 这都刻板印象 我强调它是刻板印象 他们甚至比如说 爱吃冰糖 但是如果你很严肃的一看它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些是文化上的笔节 你可以这样的看 那所以我在这个谈的是 互相认识的问题 我有一个到田野之后 我很快就开始意识到说 我很希望是我认识你们多少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认识我 那深层的它会牵涉到主体的问题 那这个主体来自于双方 你是主体 你是客体 那我们是主体 你是我们的客体 我想这个是在原住民的工作里面 是需要非常有意识的去思考 也随着你面对的环境 面对的人 面对的文化 你要去把它想清楚 谈到拍摄 就是说在原住民部落拍摄 那通常讲到拍摄 我们大概谈到拍摄的伦理 比较深刻的来说 你应该在拍摄之前 那要理解 你为什么不拍 你要拍什么 然后当然很多后面是我们就是操作上面 你是支配它的行为 或是安排它的文化 成为你的摄取的镜头 还是纯粹观察室去拍摄 这都跟牵涉到你自己在拍摄 跟制作的风格上面有关系 我举一个我自己所知道的 应该是日本的导演小川申介 他曾经说过一个 他拍片拍到 拍摄纪录片拍到最愉悦的时候 是他发现被拍摄者 充分理解他所作为的企图 他所作为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说他很乐意的 在享受在这个被拍摄的情境里面 我大概只能这样来形容 就是说你能不能跟你的拍摄对象 你的拍摄的田野 能够在互动上 能够在互相对待上 产生到这样的彼此共同 那我想那 讲起来有点抽象 但我想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我女后的意见就是说 你不是只是用一个思考的方式 眼睛看的方式 那我自己有个经验给大家猜考 我之所以会做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参与很多 很多原住民的事务里面 或是跟他们一起工作里面 拍摄里面 我都会用我的身体 一起去经历他们去从事的情况 就是说 如果他们打鱼 你跟着去打鱼 那你必须从这些日常里面去提炼 然后帮你所感受的 帮你所理解的 你还要经过一段消化的时间 不断的锤炼 你才有办法从里面 找出你的 不管叫做符号 不管叫做美感 不管叫做什么样的整理 这个我想是每一个 这个部落田野工作的 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识 就是还有一个 关于艺术这些事情 我们是有意识的为之 在部落园慢慢一起 随着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非常好的材料 我觉得真的觉得 原住民的文化是宝贝 各种的宝贝 然后 那我也意识到一个 当代艺术里面 你自己的想法 在当代艺术里面 提供给大家参考 在当代艺术里面 现代的艺术 艺术创作也好 甚至艺术产出也好 整整的 它来自一个 非常资本经济结构的状态 底下 艺术家 艺术品 都 都深深的潜入在里面 但是 这跟原住民原来 社会文化里面的一些价值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自己有一些想法 是想法这样子的 很核心的 在艺术进程里面 部落的这种发展 在艺术领域的这个发展 或是被艺术领域的这个发展 被转移 被传达的发展里面 我希望能够找回一个 部落这种 比较稳质性的 他们的所谓的 创作与生产的人籍里面 那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或是作为一个工作者 你进到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 你有办法 反身从他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什么 除了你看到他们是什么 这一点一直都是 做了很久很久以来 都现在还在努力 像我们现在在 我们在做的工作 也是在做这个 每一种工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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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